小学二年级开始带菜去学校住宿 这一个梅菜干蒸花肉应该是很多80后的回忆菜 如果说你在小时候经常带这个菜去学校吃 你家绝对是富裕家庭 花肉买回来洗干净放入锅里焯水 焯水三件套 姜葱高度白酒焯好水夹出来 切成小块 热锅冷油 先把切好的花肉放入锅里煸炒出油脂 加入八角 高度白酒生抽 这里不用加水 然后开小火 盖上盖子 蒸15分钟 在蒸花肉的时候准备一点梅菜干 我用的是绍兴的梅菜干 而且还是纯手工的 它的配料非常干净 只有芥菜和食用盐 放入水里浸泡5分钟 然后再抓洗 抓洗两遍 拟干水分 放入刚才蒸好的花肉里面 翻炒均匀 再加入一点蒜 还有生姜 加入白糖 加入白糖 这里不用放盐了 因为这个梅菜干本身就是咸的 翻炒均匀起锅 放入锅里蒸30分钟 这样子做的梅菜干蒸花肉 非常下饭 而且还很耐放 我和你都在做梅菜干嘛 然后就算喝酒